你们都知道,娱乐圈长青树快乐大本营,今年已经21年了,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欢声与笑语,作为娱乐圈的老牌综艺节目,很多艺人更是以能够上快乐大本营为主,但在节目当中引发了不断的争议, 说起无心在这个节目也有了11年,他一直都是作为配角的身份出现,几乎没有什么镜头,包括就连话都是很少的,在最新一期的时候,都能感觉到无心的存在感是特别的低,最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,在他介绍的时候,软经天提出了疑问,无心刚要回复软经天,回家却岔开了话,无心想解释,话筒就没声了,不知道是节目组的问题,还是真的话筒坏了? 无心只能沉默不说话,场上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,无心这么多年一直都有在进步,他们却在一概二的这样黑幕,难怪当初无心想要解决,这么多年的一直都没有个成绩不温不和,其实更多都是节目组不愿意培养他把路,在培养新人,而忽略了无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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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